南部大學生前往法國參觀演場 看看當地產業發展 三月份拍下的照片 不過12名學生當中 已經有1人返台後確診武漢肺炎 校方緊急發布Email 強調確診同學 從機場就直接居家檢疫隔離 並沒有進入校園 這位女同學屬於案112 同團12人3月1號前往法國 預計參與當地商會實習 直到8月 卻因為疫情被迫提早在3月17號返台 當時就有4個人身體不適 19號1人確診 而他早在國外3月13號 就出現喉嚨痛 流鼻涕 咳嗽有痰 不舒服症狀 那時候法國的等級 還不到那個不建議 那個國人出去的地步 家長跟同學要考慮自己的 願不願意成形 那結果家長跟同學 應該都是覺得 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他們12位同學都決定就要一起出發 國外疫情大爆發 法國2月底有達到100人確診 光單日就暴增43人 3月1號12名同學確定前往法國 法國的旅遊警示 直到14號已經提升到第三級 針對被隔離者 校方將採用線上教學 學生法國實習夢因為疫情被迫中斷 校方也得持續追蹤 與外學生狀況 避免防疫破口 三弟兄黃大衛來不香 高雄報導 哪來不香 大衛來不香